我們廚房來看 我已經把註解先把他放上去 這個註解的部分 你們可以 自己key 但是key的那個內容不見得一定要跟我一樣 因為這是你自己看得懂 不是給我看的 那如果是你們一個team work 比如說你們是一個 team一個團隊去 開發的話 那會有個team的一個 你們的規則 要怎麼寫註解 反正如果你自己看的話 那你就寫給自己看 一定要做這個事 因為你如果沒有做這個事情的話 將來你會不知道說你在錄什麼東西 那我的習慣這樣 我還會在前面加上一個編號 為什麼 因為將來這個step by step 一看就很一目了然 所以這裡的話呢 比如說第一個游標放在 B4的儲存格 那程式就在後面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寫 游標放在哪一個 很簡單 range 刮鬍 哪一個儲存格 點slap 這動作 這樣就是一個選取的動作 所以以後你要寫成 寫VBA的話 點哪一個range range就是什麼 範圍嗎 那單一個就是一個儲存格 如果 b4 冒號 比如b12的話 那就是b4 到b12這個範圍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是 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公式 那你會發現公式 就這樣加 也後 這邊的話 有個formula 有沒有 就是active sale 那sale的話 其實也是儲存格的意思 就是目前你有沒有要放在哪一個sale 哪一個儲存格裡面 點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公式什麼公式呢 就後面那一串 一個什麼呢 一個字串的意思 然後呢 這邊的話 自動填滿 我想應該看得到 看得懂 autofill 後面的話 一串的那個 我們的 這個相關的參數 然後在哪一個範圍 slate 因為我 點下去之後的話 我要自動填滿 下項又填滿嘛 所以底下那一個 這個 應該程式應該 大概也可以看得懂 然後呢 選擇性貼上這邊呢 也是一樣 那只是說 相關我想你大概看得懂 大概就是 基本的重點就可以了 然後排序的部分 排序部分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有沒有 就是worksheets的這個範圍 假班成 假班的成績單 這一個工作表 然後 相關的排序 我想你不需要 了解 太深度 你大概知道這個範圍是 排序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複製學號 並且做那個貼上的動作 所以 我要複製哪一個範圍 其實我複製的 A4到 A8 因為A4到A8是 學號的範圍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要多重範圍的話 其實你就是 逗點一下 所以這邊又多學會一個 range除了可以 一個儲存格 第二個是一個範圍 還可以多重的 比如說我 按ctrl鍵就選了 另外一個範圍 是 是什麼 學號在總分在名次 學號 跟總 這個學號是前面嘛 總分跟名次是這個範圍 點 這個範圍 這樣也可以多重選取 然後呢 在 我再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F4 然後 Copy 這個 這個是應該是 把 這一行其實可以不用 然後再把 這個 這個資料 Copy 因為有一個 Selete 就會有一個 Selection 一個 動詞 就會有一個 名詞嘛 這個 你可以 把它 Copy Copy之後的話呢 在哪邊貼上 在 I